甜點設計的過程大概會遇到一百萬個煩惱吧 從外觀配色、風味搭配、口感層次設定 一直到包裝呈現 或是更進一步的品牌調性設計 這些數不盡的小細節是環環相扣的 層層堆疊起來才造就了迷人的甜點 大家好,我是姓子 從2018年開始我在網路接單 斜槓經營甜點工作室 而現在的我已經是全職甜點師 在台中開了一家實體店面 自從接觸教學以來 我的實體課程也累積了超過千名學生 這麼說也許有點煽情 但我認為教學最重要的是要帶給學生信心和希望 所以我的配方一定是穩定、好上手的 用簡單的白話讓學生聽得懂烘焙原理 未來就能做出不一樣的基底變化 在這堂線上課程 總共有五大類甜點 共16款品項 首先是大家最期待的達克瓦茲 我特別在餅殼設計了兩種不一樣的配方 低溫達克瓦茲強調的是餅殼的鬆軟 內餡的厚實 每款都呈現出三種以上的層次 無論是流星、驚動 還是一定好吃的麻糬 都是開單秒殺的熱門品項 強溫達克瓦茲搭配薄薄一層奶油霜 一口咬下還能吃到餅殼、奶油和糖的完美融合 棒蛋糕則是教大家做出口感濕潤的秘訣 也會說明糖的選用 最後會如何影響成品 在泡芙的章節 我會告訴各位溫度的控制 難度調低、製作快速 酥脆好吃的泡芙更是讓人一顆接著一顆停不下來 瑪德蓮的麵糊製作會和傳統的做法不同 其實只要改變混拌的順序 就能減少筋性、烤出鬆軟的口感 我特意把沸南雪的口感和其他常溫蛋糕做出差異 濕潤柔軟的質地 濃濃的堅果香氣極其滿足 哎呀介紹完自己也好想吃喔 除了這些不同口感層次的甜點 我還會教你們甜點禮盒的搭配 包裝、保存技巧 分享我的網路工作室經營秘訣 像是要如何定價、經營社群、把自己行銷出去 無論你是喜歡享受甜點製作的快樂 還是想了解商業製作和工作室經營心法 都能在這堂課找到你需要的內容 我是杏子 歡迎加入我的線上課程 端出自己的霸式甜點禮盒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 下了